我是一个四个孩子母亲,很忙 但是再忙呢,也要抽空,爱自己 每天呢,我都会抽空和自己独处 生完四宝以后呢,我开启了我的瑜伽人生 我们都在各种忙碌中迷失自己 育儿也好,运动也好 都不应该把我们掏空 而学会放空自己,又是如此的重要 每个人都需要Quiet Time 放空的时候,也许我们能够找回自己 我们呢,都容易在最开始的时候 把力气花在那些更外表的事情上 我在别人眼里,好不好 于是我们把自己卷进了各种斗争中 和别人竞争,和自己斗争 为了证明自己,我好厉害 我们自己也分不清楚了 到底是在为梦想努力 还是被动地被卷进了这场人生的漩涡 直到我看到了无为两字 顺应自然,不妄为 我们希望通过努力而变得更快乐和幸福 而我们常常也因为用力过猛 把快乐丢失了 有很多事情我目前做不到 放过自己吧 学会放下要比实起难得多 沉浸于当下 Be present 热爱自己所热爱的 你想要的自然会到来 我在无为等你 对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